第八课,和谐的思想让出美好的结果 生活看起来千头万水,丰富多彩,变化无常 其实生活是符合规律的,而并非受制于各种飘忽不定的偶然性 它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种稳定的状态就是我们的机遇 因为只要遵从这个定律,我们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获得想要的结果 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思考的内容 然而想法的结果却总是重复一条铁定的定律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规律 这样宇宙就不再是囊囊乾坤,而是一片空虚混沌 因此我们就说正正是这个规律,令到宇宙变得和谐宽浪 思想是行动的前提和动力 如果思想是和谐的,它有建设性的,这样结果一定是美好的 如果思想是破坏性的,嘈杂不堪的,结果一定是不幸的 思想是善恶之源的奥秘 幸和不幸全部由思想来主宰 成功和失败只不过是用来描述行为结果的词语 或者说是用意说明我们对这个规律的遵从,又或者是遗异 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卡罗尔和爱陌生的生活 做一个活生生的黎子加以作证 卡罗尔憎恨一切坏的东西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永远嘈杂不灵的记录 和卡罗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爱陌生 他的一生是一部宁静而和谐的交响岸 他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两位人类历史上的智者,为了实现同一个理想 但是就使用了紮言不同的方法 卡罗尔接纳了破坏性的思想 因此他便令到自己带来了无尽的凡躁不利 而爱陌生就是利用了建设性的思想 因此和自然法则和谐一致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恨是极具破坏性的 恨恨任何的事物都不是明智的做法 还会坏了事 种瓜得瓜,种狗得狗 持有破坏性的思想不放手 收获必将是难以烟下的苦果 相类似的思想总是会更加容易地结合在一起 因为这是宇宙的创造原则 思想得以成形生长法则 终究会彰显出来 一切有生命的物种,都有生长的过程 并且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都是朝着实现这个目标努力 尋找到一种方法 能够令到建设性的思维习惯 取代那些给我们带来不利效果的思维习惯 这一点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每个人都可以任自己的思想天马行空 自由持拼 但所有持久的想法都会在个人的性格 健康和爱在环境之中产生相应的结果 这是一切想法产生的结果 必然会遵从的一条不变的定量 精神没有形状的 抓不到也都摸不到 所以精神习惯是很难掌控 但并不是完全无法做到 你可以试试 从这一秒开始 看看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必要的 形成分析任何一种想法的习惯 将脑海之中那些破坏性的思想删除 而建设性的思想取而代之 学会关上你的大门 不要让任何能够给你的未来 带来明显益处的东西进入你的心灵 你的工作 你的世界 这个是乔治 马修 亚多斯 留给我们的一句话 其中的道理是实在的 因为所有的人 都很有必要培养一种 有助于建设性思维的心态 有些想法是有价值的 是和无限步调一致的 它能够生长发展 结出封实的果实 这样保留它 珍视它 如果你的想法是批评性 或者是破坏性的 在任何条件之下 都只能够招致混乱和不和谐 这样这些想法就是一个个的毒瘤 要毫不手远地删除它 想象力是思想的建设性形态 一切建设性的行为 都有想象力作为先度 想象力是光 这一道光为我们照亮了一个 暂身的思想和经历的世界 想象力是一种可塑造的能力 它将感知到的事物 塑造成新的形态和理念 想象力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工具 所有探验家、发明家 都是借助这个工具 开辟了从先例到经验的通途 影片导演如果找不到优秀出色的剧本 他也拍摄不到什么良好票房收入的影片 而这个关键的剧本 就是来自于想象力了 如果将未来给了一件衣服 这样想象力就是能够起到积累原材料的作用 而心灵的作用就是将这些材料编织成一件衣服 而我们的未来就是从这样的想法之中浮现出来的 可以说想象力的培养有助于引发理想 真正的事物是由伟大的思想创造的 物质世界之中的事物就好像图公手里面的泥 由思想将它塑造成形 而这个工作的完成不得不借助想象力的运用 为了栽培想象力 做一些练习是必要的 我们的身体肌肉需要加强锻炼 才能够变得更加结实健美 精神的秘力也是需要锻炼 需要营养 否则无法成长 白日梦是一种精神的挥放浪费行为 它将导致精神上的疾患 刺激混合想象力和幻想 或者将它和很多人喜欢的白日梦等同起来 它们之间的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有些人认为最为艰辛的运动 莫过于建设性的想象力 这个是一种高强度的精神劳动 但是它的回报也是最丰厚的 企业主如果不可以用它的想象力 去预想整个计划 那它就无法建造一个拥有上百个分公司 数千名员工 上百万资产的大集团公司 因为生命之中一切最美好的事情 都似给那些有这种能力思考想象 并令到自己的梦想成真的人 你只要有意识这样运用思想的能量 和精神这个全能者保持步调一致 这样你就能够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面 大踏步前进了 因为精神是唯一的创造原理 精神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一切能量都是由内而生的 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心 因此我们必须有一复乐于接纳的心灵 这一种的接纳性 也都是需要经过训练的 这种能力需要培养 提高 发展 就好像锻炼身体一样 接下来 就是要将自己放置在一个能够接收这种能量的位置之上 因为这种能量无处不在 真正起作用的 是在我们的心中佔主导地位的精神状态 如果一日大半的时间沉浸在软弱 震行 负面的想法之中 不可以凭借在教堂之中一小回忆的沉思 或者读一本好书的时间的状态而消灭 也都不能够只冒 只是靠一瞬间的强大 积极 创造性的想法 就能够带来美好强大和谐的状态 这样是由于引力法则 必然准确无限地按照你的习惯 性格以及占主导地位的精神状态 在生活的境况 境遇、经历等等方面回馈于你 内心稳衡着人人都能够使用的所有力量 人的内在力量在等你通过第一次认识它 从而让它变得可见 然后主张对它的所有权 将它注入到你的意识之中 和你合而为一 自古以来 健康长寿一直都是每个人追求的东西 但是就目前来看 进展甚美 长寿不单仅仅依靠多多锻炼 放学呼吸 每日喝足够白杯的开水 用健康的方式吃 用健康的食品就能够达到 这些都是细枝末枝 不是问题的关键 无知是一切错误产生的根源 但是当我们敢于肯定自己和一切生命合一 就会发现自己变得以充目明 腿脚变折 粉身养育着青春的活力 就会发现自己找到一切能量的全员 彷彿得到了长生不老的灵丹妙弱 知识的获得带来能力的增长 这个是成长和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是宇宙的灵魂 知识的获取和证实是能量的组成部分 这种能量是精神能量 这种精神能量是潜在于一切事情的核心的能量 思想是推进人类意志进化的动力 知识是人类思想的结晶和升华 如果人类的思想停止进步 理想不再提升 它的能力就会开始瓦解了 上游深身 它的面容也都将随之改变 记载着这些变化的情况 坚定不易的理想 为成功准备着必要的条件 因此 你可以将精神和能量的华幅 编制到整个生活的感断之上 与它融为一体 因此 你能够过上充满快乐的生活 免除一切苦难 因此 你自己可以产生积极向上的能力 将附足和和谐吸引到他们的身边 如果你忠实于自己的理想 当环境适合于实现你的计划的时候 你将听到心里面发出的召唤 如果将跟你对理想的忠实度严格成正比 思想是建设理想所用的材料 而想像力就是理想的精神工作室 心灵是他们用来把握周围环境 和人物之间永不停息的动力 他们用这样的心灵去促成成功的阶梯 而想像力正正就是一切伟大事物诞生的母体 只有少数的人知道 他们所见到的一切都只是结果 他们还知道形成这些结果的原因 而大多数看到的都只是表面 这个就是随处可见的波动 不安的主要原因 一手巨轮 就好像一座21层的摩天大楼一样高大的怪物 漂浮在太平洋之上 肉肉眼望上去 看不到任何生命 一切都是静物的 它就好像冰山一样 有一大半的身躯沉在海平面以下 这艘船看起来默默无语 顺从听命 无够无知 但是就能够发射数千磅的炮弹 重创几英里之外的敌军 船上有一支整装待发的精英部队 船体上面的每一个部分 都是由能干的 訓練有数的 技巧限熟的军官 奴架住的 他们通过奴架这一艘巨大船体 你证明自己的胜任度 他们尽管看起来已经被万物围望 但是他的眼目观察着周围 几英里内的每一件事物 任何东西都逃不出他的视野 这些就是我们通过观察而产生的联想和推断了 想想钢板 看看有上千个铸造机器厂的工人 从矿山提取了铁矿石 将它们混上了卡车和汽车 然后融化 铸造出很多的钢板 这些钢板就是造船的原料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这支船的由来 然而这一艘船是如何来到现在的地点的呢? 在开始的时候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 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会想知道 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一艘大船呢? 也许是法治国防部长的命令 但是更有可能的是 自战争开端以来 战纜就被撤上来了 国会通过了撥款提案 或者有反对票 也都可能有支持 或者否定这个提案的演讲 进一步的思索 会让我们原白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事实 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人发现 怎样令到这些钢板 变成庞然大物 能够在水里面行驶 而不至于沉下去的规律 这首战纜就根本不会诞生 我们需要将思想回归到战纜 无形无物 无法触摸的形态之中 它仅仅存在于工程师的脑海之中 当时我们的思想轨迹 起始于这一手战纜 终结于我们自己 最后我们会发现 自身的思想 总是对这个问题 和其他的问题负责 而这些正是我们经常忽视的 当我们的思想能够看穿事物的表象 一切都跟先前罩然不同了 琐碎卑微就会变得意义深远 廉言无趣的就会变得趣味无穷 一些我们曾经认为毫无用处的事情 将成为生命之中至关重要的存在 好了 心灵训练即将开始 为了培养自己的想象力 洞察力 感知力 和敏锐度 可以随便拿起一件物件 就能够追索它的远头 调分类折 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有怎样的构造 这个不能够依靠多数人的肤浅观察得来的 而是必须透过事物的表面 用分析的态度 仔细观察 试想想 这个是一个好办法